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入拳台之后 就会是一种拳神换树的一种状态 祭祷的对手就是得分的一种享受感 把他祭祷这种欲望操控的 一开始是紧张后来是享受器 我叫丁曲布 今年20岁 来自四川梁山 我现在是一名职业拳击手 梦想是成为世界拳击冠军 以前的状态就是起床 吃饭 然后上班 盼望着下班 特别没有目标 看到他一些比赛纪念的视频 然后突然就想去 以前有想过念这东西 但是还是没有做 就突然想很一个决心 想去走上职业的拳击路 我说我要走职业拳击的路 真正职业的路 然后他们就说 去了就把你腿打断 后来我是偷偷地走的 我偷偷收拾了东西 然后买了车票 就走到一半的时候 才告诉他说 你职业拳击去了 他们说我疯了 好好去考驾驶站找个工作 过两年就结婚 好好笑声他们得了 不要再闹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想着 一定要去走一下这条路 然后强硬地去了拳馆 后来我要去交费的时候 我爸硬是要跟我去 就在那盯住我 说念了之后就不要放弃了 这些东西 其实我爸的 他嘴上是说 不要再犯啥的这种事情 但是在行为上 他还是帮了我很多 我发现可以在工地一边干活 然后一边训练 如果一个星期里面 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抽个两三天去工作 然后晚上有活的话就都去 其实眼皮子很痛 我总感觉要睡觉了 站着睡着 然后站着要睡着了 那其实不知不觉 还是坚持下来 上一天半 然后拿到钱之后 我们又可以多那两天去 又可以喘两天气了 四十五个人 这就是四十五个人 应该有一百分 上松一点 上去打 不要跌中拳 上松一点 拳击肯定很苦 一开始 我是觉得就是 怕被打吧 别人一过来 我就闭眼睛 就原地站着不动了 就是这样缩着 克服不了心理的恐惧 这是我刚开始最大的障碍 对念的时候 就天天被打 然后眼睛又被打红 然后哪里又出血 这样子 这拳击嘛 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上个月没打比赛之前那种 就是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感觉又不比赛 然后爸妈又一直在耳边里面 闹到说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吧 那时候感觉 我真的感觉要回去了 没前途 又想过就是收拾东西就回去 又 又像以前一样 那种 行事走路的生活 十一场 红角拳手杨光明 来自这个贵州 南角拳手金曲部 来自华春圈 这些拳击 他不要求 我有什么 他36币 然后好的背景 身高 或者这些东西 完全上去的话 就是靠自己搏斗 所以说 他是会想用那种生活的方式 谁能更加主动 获得清晰的点数 一号展览 36比40 二号展览 37比39 三号展览 36比40 三位展览 一支判定 蓝角拳手 第一曲库获登 虽然赢了这第一场比赛 但是 从我的这个 长远的拳王梦 这种 进度条来说 这只是一小格 我觉得这方面还不够 不像真正的机会拳手 进入拳馆 打一些积分赛 排名赛吧 挑战周级拳王 国际拳王 得到了之后 就可能可以挑战世界拳王 挑战成功了 才能算真正的拳王 还是觉得继续努力